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阿斯 我們現在要遊玩的遊戲是 遊玩的遊戲是新決賽雙焦2 那我們江小魚路線目前已經破完了 那我們現在先遊玩花無缺的路線 可以讀上集的資料 喔 這是為了江小魚的吧 我不能夠留下他們的孩子 孩子若不死 我只要想到他們 是江峰跟那減逼的孩子 我就會痛苦 我一輩子都痛苦 但是 我 你不願出手 我 我不忍心 我下不了手 好 我來 你敢攔我 我 我 放手 你幾時見過 有人攔得住我 姐 我不是攔你 我只是想到 比殺死他們更好的主意 你如果殺了這兩個 什麼都不懂的孩子 又有什麼好處 他們現在根本不知道痛苦 不殺又如何 我 你若令這兩個孩子終身痛苦 才算真的出了氣 那麼江峰還能見悲 總人死了 也不能死得安婚 喔 你且說 有什麼法子 能夠令他們眾生痛苦 江峰的朋友 那自稱天下第一劍客的燕南天 本來是江峰的生平好友 他本已約好 要在這條路上接應江峰 否則江峰也不會走這條路了 我們如果將這兩個孩子 帶走一個 留下一個在這裡 燕南天來了 必定將留下的這孩子帶走 也必定會將這孩子養大復仇 我們只要在江峰的身上 留下個掌印 燕南天 就會知道是我們出的手 而將來 那孩子復仇的對象 就是儀花宮 是嗎 嗯 不錯 那時我們帶走的孩子 也已經長大成人 我們教會他武功 儀花宮有外地來犯 他自然會首當其衝 兄弟倆大著一場 很好 他們兩個是同胞兄弟 容貌雖因為刀商改了 兩人的智慧必定相差不大 彼此勾心鬥角 互相真殺 也不知道要多角 才能將對方殺死 嗯 這倒是很有趣 這簡直是有趣極了 這起飛 比現在殺死他們要好得多 他們無論是誰殺死了誰 我們都要把這個秘密 告訴活著的那個 那時才算大仇得報 呵呵呵呵 他臉色一定有趣得很 可是還要等十七年啊 至少也要再等十六年啊 剛才一時糊塗 竟然問了江琴 現在路上姐姐提起 可怕兩個小花就性命都不保 算了 就這樣吧 反正江琴 六花萬萬不會像江花後來明說的 那麼 我們動手吧 好 就怎麼辦 大公主安好 小公主安好 把這個孩子帶下去 向烏血洗淨 等會 倒到正經去 是 公主 是 這個嬰兒 是個男嬰 是男嬰又如何 我 晃晃晃晃晴耳體統 奴婢之錯 快把孩子帶下去吧 是 兩位公主 相應而已說洗完畢 這男嬰這大公主 和我在臨近村中 我意發現 這海谷金谷齊家 哲子過人 是難得念我的好材料 會不會要好好照料於她 不可以有任何一點賞絲 是 請問二公主 那這海谷的姓名是 她的名字 嗯 她的名字 叫做花無缺 嗯 記住了 這就是她的名字 知道了 大公主 我會好好照顧花無缺的 不是好好照顧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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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她收到最好的照料 若是她收到一絲傷害 我就為你試問 不是 是的 沒事了 你們下去吧 沒想到一花公又出現男人 嘻嘻 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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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覺得大公主今天很奇怪 連對個小小嬰兒都這麼關心 你是新來的 還沒認懂規矩 誰都看得出來這小嬰兒 大有哪一頭 但是 大小公主見了這半說 你就要懂得不過問 免得自找麻煩 好啦好啦 只是那個小嬰兒 長得真可愛 不知道長大會 迷惱多少人 我看也不用長大啊 她現在這半也迷死了 嘿嘿 哎呀 別亂說啊 從此 花五雀就在漁花宮定居下來 成為 漁花宮中 唯一的男人 一幻眼間 十一年過去 花五雀也從那小小的嬰兒 成長為人見人愛的少年了 時光飛翅 在花五雀舌水的這一年 發生了一件震驚 全功的大事 欸嘿嘿嘿嘿嘿嘿嘿 兩位喬家人 不會 烏牙來了 閃門與我 蛇行下之嘲 烏牙門主 不會不要嫁到 一花宮 還不快出來 英傑 算了 今天是來辦喜事的 這規矩 就免了吧 對 是 門主 無 烏牙門 嗯 無說 聽到明頭怕了吧 快就叫姚月靈心出來 我們公主 從來不就外客 是讓烏牙門主親你 你最後請回了 欸 這 這 兩個螢蛙好大的膽子 趕快我這幫說話 今天若是不見 連心姚月 豈不是要小貝給笑話了 放鼠 很 公主 威武雅,你不醒之來到底有何用意? 問得好,我今天來一次是向兩位公主求親的 從此無妖門回一花宮就一家親了 有沒有什麼來不來缺不去的問題 恭喜門主,賀喜門主啊 混帳 你,你不想活命的嗎? 咦,你們有什麼好生氣的 威武雅,天中一鳴 這真的是美麗與智慧的完美結合啊 兩位有什麼不願的嗎? 這傢伙腦筋有問題嗎? 還是捨得這櫻花宮 兩位下甲與我還是可以來這的 這裡宮女嘛 我手下門得很多 你就隨他們挑吧 門主英明啊,嘿嘿嘿 大公主為何還不出手 並且他聽到這些風言風語 早就一直把賴賴賴給斃了 而這位無妖,絕對不是他的對手的 欸,怎麼是個小鬼頭 我不准你們污辱姐姐們 趕快走開 欸,你們聽到沒啊? 這小鬼頭有走開耶 哈哈哈哈 我要把你們全殺了 嗯?為什麼? 這條件你不滿意嗎? 好功力 但你為什麼要殺我嗎? 你這該死的傢伙 說了那麼多不禁的話 再死一百次也不夠 難道 難道你覺得我配不上你們? 我聽不下去了 快把他殺了 好 想不到魏無雅 塞姆眼中竟如此不止 我攻略現在不及你們 這仇我記下了 終有一天 我要你們跪在地上求我 入口 但是往山下逃走了 無缺 地址站 山下那裡有帶了髒東西 你就把那些東西清..清理掉 髒東西 是 大公主怕老鼠 就是那些討厭的老鼠 是 地址是命 且慢 山下 或許還有一些魏無雅的地址在 你先學知道連進掌 或再去衛池 謝師傅傳地址武功 這只是點皮毛而已 你若順利回來 我要傳你其他的武功 地址必不如使命 你去吧 公主第一次只辦任務給我也 打打老鼠和妖怪應該沒什麼問題 好 小無缺真可愛 耶 耶 小無缺 耶 什麼都不會呢 公主有令 叫我清理掉這些老鼠 你快帶這些老鼠走吧 銀花工老心壞了 叫你一個小鬼來送死 那我 就不客氣了 小鬼頭 你活得不耐煩 可以向大公主覆命 超白小老師 你給我記住 公主好 大公主正在找公主 請請問大公主房間 師父 師父 嗯 事情辦得怎麼樣 我要美人能逃走 鼠卷也更得善了 嗯 下次記得要趕進 斬盡殺絕 是 無缺 地址在 你今天挺身 或是空女 又趕走了鼠群 那為師感到很欣慰 地址不敢 你如果門下五年來 只是休憩吐鬧 還有服用丹藥 你以為是為了什麼 那是因為地址支持余魯 還不能接受師父教誨 錯了 連天之過人 百年罕見 哪有余魯這回事 只不過 宜花宮的武學 就為女子所創 也只有女子才適合練這些武功 而你 就是宜花宮的唯一的男子 然而天下沒有辦不到的事 因每一隻服用的素女丹 可以替換內襲 休息吐納 可以吸取九天真氣 加上二公主幫你虧功過血 讓藥力深入其境傍賣中 就算你是純陽之體 這些年下來也早該陰陽並濟了 兩位師父的大恩大哥 我卻不敢忘 挺好 從今天開始 但是 我要你開始修煉移花宮的武功 多謝師父 還有 你的武功 一定要在這幾年內有所成 我要你在十七歲的那一年 出國地的移花宮 揚明立威 是 很好 但移花宮的武學 不是平常你就可以修煉的 你現在幾乎沒有任何功力 就算你想學 也練不成 那師父的意思是 我已經要把窗裡的武功儀式 向大家宣布 宮裡的所有人都會助你提升功力 你現在大可在宮內四處晃晃 找到增強你宮裡的方法 尤其是宮裡長夜百合 如果有不同的事 就問他吧 多謝師父 弟子必 必不辜負師父的期望 很好 點點宮裡有誠實 就到我這來吧 今日諸事紛擾 我要休息了 弟子告貴 師父說 全宮裡的人都會幫我 那我要先去找宮裡長呢 還是先去廚房看武功秘笈 或是去念當房 拿些補藥 還是把整個宮裡 關一遍吧 大神 無缺 又有什麼事呢 這邊就 OK 這邊就是一般 一般的那個基礎 講解啊 這些大家都知道了 好就這樣 公子有何吩咐 無缺哥哥 什麼事情 新月風的藥物出沒 我這裡外帶來的金創藥 你說著吧 他謝謝你了 我會好好使用 那小心啊 好 欸 拿到串被阻止了 好 我要美人人動作好粗魯 真是謝謝你了 哪裡 那是我該做的 哼 像你這麼說 我還是要謝謝你 皮鞋 謝謝姐姐 很合適呢 你喜歡就好 我有歡喜得盡 二公主 我學 你來的正好 你這樣要學儀花宮的武學 就不能不知道儀花宮的歷史與武功 請聽師父教誨 很好 你早也知道儀花宮威名在外 的原因是儀花接獄 但這武功卻不是人人可練 你可知道原因 師父常說 儀花宮武學主要是借力實力 欲進之術冠絕武力 為此攻守眾心性 講究並去無感雜念 不為外界所獲 心不動 戀意不動 然後汲取他人內境為己用 無有落空者 所以我想請讓派別 所有類似於儀花接獄的武功 就不能有所發揮 應該是在心性的修為上 不及儀花宮的關係 說得對極了 這正是儀花宮武學的精妖所在 月欣欣而念龍眼 你要謹記在心 是 我再說說儀花宮的遊覽 儀花宮從前是個清修之地 但不幸遇上戰亂 古內建有道肥度情 儀花宮的第一代師尊 於古宗未求必獲 往三年深谷而去 竟然意外底獲得百年前 一樓高手留下你的秘籍 那這位師尊 就靠著這本秘籍 念成儀花接獄了嗎 不 那本秘籍雖然不差 但也只是一般 建立實力的武功而已 但是仙主資質過人 個性又專一不二 在上週修練數五年後 竟然念出以秘籍所入不同的武學出來 原來是這樣 真是不簡單 日後仙主想到自己 竟然神術的原因和理由 就決定將門派設在山裡 並且立下種種門櫃 以輕衣為圖 皆為求不為外務所擾 才能專心念舞 你懂嗎 例子明白了 對本門的武功更加了解了 你現在功力尚且 這些觀念時下還用不上 日後等你開始休息明日公時 這些訣竅就很重要了 多謝師父教誨 嗯 弟子高愧 箱子 箱子裡有以前師父給我的錢和劍 竟然遲到會用 我可以還不能開就對了 何路 何路 人跑哪里去了 都忘了到新月風晚了 正是的 還要問他一些事情呢 子欣 大公主決定要闖武功了 我想在這裡看看武林點擊 或是秘籍 是的公子 如果想知道武林最近發生的事情 竟然經由名號的人物典故 被查看擅長書庫的資料 如果想調閱更文派 武功絕學 往向前的書庫找就是了 難道書庫 正如常見天下間所有的武林秘籍 這我就不清楚了 只知道一些常見的武功 錄有副本 公子你儘管拿沒關係 但僅存一本的真本就不能拿了 我知道了 謝謝你 知道了 你怎麼在這裡 南外公里 公民裡不見人影 看看 我發現一個秘密 秘密 對 你看 哇 這簡直是水輪洞幫的隱密 有意思吧 就連大公主和二公主 都不知道有這個地方 那你進去看過了嗎 還沒有呢 我正在游月包進去 你正想就來了 我們一起去探險吧 好啊 可是你弄濕的衣服 被發現一定會被冒的 試著塞乾就好啦 只要被他兩位公主發現 不會有事的 那我們快進去吧 這裡好像很久沒有人來過了 嗯 海陸 地上還有一個箱子呢 喔 我來看看 嗯 鎖住了 不知道裡面藏了什麼寶物 所以才要鎖上 沒關係 看我的 咦 河路 你什麼時候學會開鎖的 大公主和公主教你學武功 目的是為了 日後要出外遊藝江湖 可是我擔心你只要 練正宗武功心法 對你旁邊想到也竅不通 所以啊 這些小雜 小巧雜技都落在我身上了 原來是這樣 我們到前面去看吧 好美 想不到瀑布後 有如此美景 這裡以後就是我們秘密基地了 說出去的是小狗 沒錯 誰說出去 誰是小狗 出了這麼久 再不回去要被罵了 你慢慢看 我要先走了 我之後再去找你 好 大神 我正要找你 兩位公主決定要閉關了 閉關 是要信樂風的閉關室 對 而且是閉關的時間會很長 所以兩位公主在錄關前 有事要交代 要大家到大廳集合 現在能到的差不多 快進去吧 嗯 我知道了 這位都到齊了 既然大公主和我有 決定要告訴你們 這些年來 我們繁星與宮中失誤太盛 書與練功 冰神道還不知覺 這次烏陽們早上門來 居然會被他們給走脫 才發覺功力進展有限 所以 我和兩位公主決定閉關一年 這段期間內 大小似乎就有百合處理 諾菲有強敵來犯 不要打擾我們練功 公主 諾森娜威威亞再來 該如何是好 哼 那時也被我打傷 光是要恢復工地 就要一年半載的時間 但我會沒膽再進魚花宮的 那真是太好了 無缺 地址在 這裡有星緣劍法的密集 你拿去修煉吧 謝謝師尊 記住 你之前有連進展的基本功力 所以一學會 並可立即使用 但那後你學的每一種武功招式 包含這個星緣劍法在內 都要先帶在身上修煉過一段時間 才能使用 地址明白 你記得加入我門下 移化功的規矩 你就不能不知道 一如其他門派的戒律教條 無時無刻就要遵守 四 我卻知道了 聽好 第一 移化功的秘密 絕不容許外人知道 誰知道了 只有死 第二 第二 移化功門下無論要做什麼事 都必須自己動手 絕不能別人干涉 也絕不能假售於外人 還好 只要反制到自己來 不讓別人知道 就不會傷其無辜了 第三 移化功門下的人 不肯破壞規矩 否則是為外人 這 如果讓外人知道的秘密 連說出去的人 也變成外人 而外人唯一的秘密就只有死 這樣會不會太嚴苛了 是 弟子都知道了 很好 我出關時 我考察大約的武功健斬 千萬萬萬的自行練功 夜百合 五缺就交給你了 老生受命 五缺 何路 你們兩個過來 你們等會到貨上去練功詞 順便把配月給料的材料準備好 試試練當配料的法門 這裡要需要大蒜和陳皮 山上路邊都有 很好採集的 另外廚房裡也常在用 不必擔心找不到 等配好藥之後再來找我 喔 何路要和我一起去嗎 對的 你們兩個人要習慣一起行動 大公主是這麼交代的 公主 公主你不懂得配藥 殺了我怎麼行呢 太好了 我這擔心不知道怎麼配藥了 還有配藥不一定會成功 如果失敗了 在原地等一會 藥材會再長出來的 好 好孩子 我們配出來了 辛苦了 不會啊 我覺得很好玩呢 是嗎 那這次換難一點的題目 去配個小型血藥吧 都是何路多嘴 這些藥比較難配 硬硬的技巧 最好有三級才不容易失敗 需要的藥材有朴皇紅花 分散在谷口和新月峰後山裡 握在怪物身上 有意思吧 嗯 好像被整了 我不是找你們麻煩 一直練功很無聊的 這樣有目的的練 才不會無趣 是啊是啊 大神 那麼我去查藥了 你們兩個小鬼不錯嗎 有沒有被妖物野獸打傷啊 不會的 怪物打不過我們的 對嘛 怪物哪是我們的對手 哼 有造型的孩子 什麼聲音 難道是 這是妖物修著人形特有的聲音 說不了的 妖物修煉成人形 那是什麼東西啊 怪物只有靈氣 除了人會修到神仙之外 許多動植物也會修煉的 只要在隱蔽之處 吸取熱熱精華 天地靈氣 久而久之就有靈性 等個修煉成人形 一般人也分不出來 那 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孩子 藥物煉氣和一般人一樣 是會產生內擔的 這是武林珠的 夢魅以求的東西 扶下一枚煉成人形藥物的內擔 等於平天十年功力 有誰不想要 大公主十餘年前服用過一枚 功力因此超過二公主甚遠 現在機會難得 能不能快上去找到這隻藥物 大神你不去嗎 就算我得了內擔 這把年紀也沒什麼用了 你們不要耽誤使劍 掛上新月風去 此人的妖物就跑了 我這就去 走 蠻強的欸 哇 好可愛喔 女孩子真是的 剛剛還要一決實戰的 現在卻又 庚子能不能不要對這隻兔子出手啊 這隻兔子這麼可愛 我也不能下手啊 欸 好像是內擔耶 那這樣最好 就不用傷腦筋了 公子 那隻內擔該怎麼處理 這 我自己服下嗎 還是給何路呢 或是給師父們服用 我到底該怎麼做才對 公子 還是 還是先把彈牙留下 替兩位師父發露吧 是的 公子 讓我們下山吧 這張聲 這是我們出關了 可是時間還會到啊 為什麼這麼快要出關了 也許師父們 有急事 因此破關而出 看來彈彈不可 我們快走吧 師父的臉色收不太好 噓 小心點 妹妹 還是由你來說吧 好的 姐姐 簡單的說 只是我們情緒受到影響 心魔大聖 路關這數個月來 不但功力尺寸未盡 恐怕還多了許久未過招的聲色 心魔大聖 那未未遙可害苦的兩位師父 心路止水 與心欲神 是我派武功精髓 竟然無法專心練功 至於斷的閉光過程 不提也罷 無缺 地址在 這段時間裡選哪些東西 地址與河路 在谷裡與心月峰修行過 還學會一些配要的法門 哦 說來聽聽 夜白和大聖人 叫我們桑桑採藥 讓大蒜和成品配出月局藥 會恢復內力 等到配藥技巧有一些進展時 我們又去配了小型血藥 這次就比較難配了 而且藥材要從藥物身上取得 嗯 很好 繼續努力 無缺居然可以打敗那些藥物 功力也該有一些程度 夜娘 這陣子 鼓勵發生哪些大事 頂公主 除去柴米有眼的所思外 最值得一提的消息就是 又有藥物成精了 哦 那你是怎麼處理的 內當可拿到了 這 屬下是讓無缺和河路山山去辦的 一方面順便讓他們兩個念功 至於後事如何 因為兩位公子出關 目前還沒有時間細問 無缺去打的 這孩子進步的幅度比我想像中還快 無缺 無缺 那這是 過去的發展呢 回師父 那藥物是個途徑 幻環為人形 以為我河路和擊倒 那內當呢 回師父 那內當一位弟子 與河路取下 方才起碼下山 三位來得及 秉明師父 那內當坐在弟子身上 很好 做得很好 不愧是我平時對你的吓毀 地子不改 把單要拿過來吧 是 是剛才拿給大公主呢 還是二公主呢 好 好無缺 辛苦你了 聽說大公主已福過一枚 二公主也該長場 吓月無言 是神那麼大大 竟然敢上傳儀花宮 真是越來越不像話 三天兩頭就有人闖進來 無缺何路 地子在 Ruby在 你們兩個應付這些小毛子 應該不是什麼難事 到谷口去看看發生什麼事 再來回報 是 來 無雙神奴 療傷心法 好 秒槍封土製 其實回生在中土製不可能的事 但是這裡就可以 還有神將的功夫 非同小可 好 OK 這人是一隻 武器大權 沒有 以為 變成 聖幻 上派之爭 對 得要 走 呢 因為 你 這應該是無名島吧 大俠夜南天喔 大俠夜南天自幼任俠號我打爆不平 拜萬之老人為師喜家也成功 一成兼合作無鬼 拜陰爪王賀土天下震動 七人雖武藝過人世間罕見 但天下能有人敵者 為七人重信難諾 表裏如一 氣概三合的個性 方是武林月福之處 主看天下第一大俠 不錯 弄弄武功有誰急得上師父 那這能如此氣迫 爛人佩服於他 這是個英雄好漢 波斯古蹟 上面還有 等一下 打完等一下的劇情之後 再回來這邊 還會再出現一些新的點擊 然後先走 閃亂山 做了有多關 把我們兄弟趕緊三天三夜 早上幫你逼入這谷裡 則是天意如此 你還有話要說 被我們兩個盯上 我以為就沒爆萬草 只是 嘿嘿嘿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儀化宮 大哥 這是儀化宮 儀化宮 你沒搞錯吧 大哥 這實備上刻的清清楚楚 不會錯的 我們還快走吧 這我的屌嗎 只怕這時候儀化宮的人已經來了 晚輩惡東谷守堂 旁邊是我師弟 造冊 因為追捕惡者神萬三 呼入儀化宮 盡量為公主宿贈 但料理之間在後 我師兄弟倆 必能盡速離開 你們說的可輕鬆 儀化宮可不是說來就來 所守著走的地方 你們還想動手玩著走 但這位賊 大哥別說了 我儀化宮是我們不對 求公主讓我們以命 我們倆現在在走 你們看過這十倍了吧 前輩 但我們是被這堅潔誘露的 儀化宮主 我家東上有七小老母的公養 求求你撈個一命 哈哈 這求老啊 我雖然打不過你們 但以一換二 賺得有本有利 隨死不願啊 聽他們的口氣 難不成公主要殺這三人 那他們只不過是悟入之谷而已 啊 多謝公主未免除害 我 這什麼 莎娜 害人的也就罷 為什麼您那大叔也 小人 小人就公主饒命啊 這幾個字 你沒瞧見嗎 無缺 石牌上的幾個字 說些什麼 回師父 石牌上 石碑上刻著 山 山路骨則死 很好 炎花空立下的規矩 居然是我們也得遵守 管它是官兵或強盜 是刻意闖入還是誤入古宗 見到這石碑還敢再進一步的 地上 就是最好的榜樣 但 但這人家 尚有七小老母要公養啊 這師竟然發下止罪 他就得死 至於他的老母妻子如何安置 你若有心事後再操心不辭 和孩子 見到儀花空的規矩 儀花空的規矩 一個人都是該死 他又得死 其他的事 都是另一回事 廢話入焰 死光飛翅又過了好幾個年頭 轉眼間 華武雀已經16歲了 轉眼間要引起他的第17個生成 華武雀在連心腰躍的刻意沙培之下 性格已有所轉變 略略省視於連心腰躍了 華武雀是古宗唯一的男子 宮裡的宮女常以他為談論的對象 更是生物的重心 現在一塊宮除了大公主小公主外 而我還會聽見有人稱華武雀一聲少公主 長大了 無缺公子 什麼事 大廈兩位公主有請 請公子到二公主房裡 二公主房裡 不是到大廳去嗎 奴婢問過 確實在二公主房裡去 好 我知道了 奴婢告退 不知道是什麼事 這麼特別 兩位師父 找我去兩位公主房裡 二位公主房裡 與其師父會考察武功進度 還是先氧氣培園為師 這麼快都可以氧氣培園 好了 可以去見師父了 師父 你來了 不知師父找圖柔有什麼事 無缺 你可能曾想出谷過 地址曾想過 但師父我上面提過 地址不敢亂動 你今年有十六歲了吧 這段日子可真難熬啊 無缺 兩位師父帶你如何 師父們是無缺為起初 細心教養 此人無缺不敢忘 師父 師父們有任何吩咐 無缺無有不從 是嗎 很好 自己做你的話 師父 無缺 你現在武功雖有所盡 但江湖經歷不足 所以打算找個地方 讓你看看古外世界 沒能任何出谷 一無所知 謝謝兩位師父恩典 你可是在附近有一窩山賊 自稱 也獨哉 地址聽供你們說過 我要你去調了這山寨 而且 一人不留 是 還有 找何路應期去 若是還需要一些藥材器械 而工藝的人要去便是 地址知道了 很好 你去吧 地址告退 我讓他去殺人就殺人 出谷就出谷 他就乖乖地硬一訓 打一句 大姐 那不就是我們當初要他這般的 這樣最好 才不會臨死出亂子 最初幾年 想到十日這麼長 我還真怕自己熬不住 或者是孩兒不聽叫 或是癢不大 那心血就全白費 但是這十年來 我們也早上熬過來的 之前你去二龍谷時 還不是擔心那小蛙兒會被二龍害死 但一切都過去了 不錯 這也一切都是天意 不但花無缺 這還有規矩聽話 也惡人鼓勵 什麼魚兒也都活得好好的 這是老天要我報仇 讓江峰後人自相殘殺 那他和那漸貝 漸貝的死都不能瞑目 大姐 你說對了 這一切都是天意 好 哦 河路 公主讓我們一起出國去呢 那和公主一起配合 實在太好了 開手秘路 紫欣 大公主讓我們去挑了眼督站 不知你這裡有可有他們的消息 公主放心 一畫公白 方圓百里之內的武林雜事密文都在這裡 且帶我來看看 嗯有了 眼督站 標準的官兵加流氓落草為客的小山寨 只有二十來人 前上寨主郭百川 與副寨主 徐桑雄 就哪個應付外 都是些毛賊而已 還有只能要遊覽的地方嗎 好像沒有了 只是個小山寨而已嘛 對了 他們結對了一批貨物 所以應該要保物之類的吧 那狀況就清楚了 謝謝你自信 沒事常在這看書吧 什麼人 這腳叫前兩人就快殺殺 那我就不相認 快快滾開 否則要你沒命 我們是一花公的人 一花公的 那 一跳鬼 公子哥 你想捕誰啊 吃我一刀 被迷惑了 這隻小魔賊不難打 不正當大小在主的實力如何 蛋公子讓我斬草除根 上上吧 有人過山上來了 這兩個點子難採 快去通報老大 有個寶物 有個寶物 大家上啊 哪來這麼硬的鬼點子啊 我們是一花公的 今天來除害的 一花公 我們是一花公 快逃啊 很抱歉 大公主修令 要動手的 就算我們不願意 也要和我一戰才行 有個寶物 又迷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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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怎麼是兩個少女 少女 又是一花公主 那 就還有就 一花公 他們無冤無仇 喝一上三殺人 我們哪裏 開 得罪貴派了 一花公 宴都在 毫無冤醜 那你倆 何以一路殺上傷奶 大公主有令 叫我把宴都在給挑了 而且不留意了 剛才 是你自己說的 又迷惑 毫無冤醜 怎麼又要毀山免債 與宴都在 無冤無醜是事實 要把宴都在殺了 雞犬不留 也是事實 兩者並無衝突 你在唱戲索文啊 你們在殺人前 怎麼能如此彈笑自如 我叫公子 是要讓你們死得清楚一點 他雖要殺你們 但以你們死下無冤無仇 所以盡可能讓你們死 也要做個明白鬼 臭虐的屬中死八蛋 看看是誰死 梨花宮奇人太盛 遙月連一些運火打得不夠 但你們兩個小鬼 別想如此囂張 恩 很弱 不行不行我要放刀士 我被打說會痛的 我被打說會痛的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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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耶 公子 恩 現在在這山寨已經清早完了 不會再有敵人了 我們會下山死 可以點取地圖就好 不要慢慢走下去 是嗎 那真的太好了 好 這邊拿到一個飛雲劍齁 然後上面的那個... 這裡還沒進去過 公子 來找寶藏吧 珍珠 說要葫蘆 九 就這樣 好 欺負師傅 已經將眼毒栽給挑了 可有遺老 從兩個菜主 到手下二十七人 無人逃走 很好 就是這樣 這些年奶 功力也有大有增進 體質也早也變化過 是該傳你以花接遇的時候 這... 多謝師傅 本門武功早有修為 也不用我聽你說迷藥子 好好在迷運功修煉起來 日後還要你去辦一件最重要的事呢 師傅指的是 我要你到惡人谷去 聽我殺一個人 惡人谷 那個是惡民在外 有實在惡人稱樣的惡人谷 不錯 這等匪類 無缺自然會除之而後快 而卻老闆師傅吩咐 電影這麼說 就更放心了 那你聽好 我要你去殺一個人 他的名字叫江小魚 別人喜歡江小魚 江小魚 小魚 小魚 好奇怪的名字 此外 他的眼裡很隱瞎 武功也不算太差 人更是經營得很 算得上一次你與旗鼓相當 不管這人有三頭六臂 師傅有令 武缺 就一定會死取人性命 好極了 這次你出國去 讓河路幫你打理三三雜事 小事你都不必管 只要你能一顯儀化功威名 並殺死江小魚 就是替此情立下最大的功勞 是 那諾阿要是 該與何人聯絡 任何人又在破上 頭戴青銅面具 自身銅先生的人時 可以放心交談 記得 見他如同見我 一切事情都要依他的意思去做 武缺知道了 好了 你去吧 記得你要親手殺死江小魚 萬萬不可枷鎖於他人 我知道 你不會讓我失望的 弟子一定完成使命 無序告退了 江峰 你瞧見了吧 你的一個兒子要去殺另外一個兒子 不管是誰贏誰輸 你和你的劍壁 死都不能瞑目 哈哈哈哈 我好開心啊 我開心幾了 第二個 我會覺得 想要小魚 惡人骨 公子 聽說那惡人骨在急稀偏偏之處 這一趟出門 短時間內應該不會回來谷裡 要不要和向惡公主辭醒 其中公áo人們知道呢 也當如此 我們最多去吧 地址告退 大神 是師父吩咐的 當然短時間內不能回來了 出遠門啊 會不會太危險 你們功力夠嗎 不會的 沿路站在山賊都不是我們對手 大神覺得哪裡不妥 你們手上的功夫應付得過去真是當然 一話跟武學本來就冠絕武林 打贏山賊本當如此 不過小小功夫 見人說冷話 見鬼說鬼話的應變之道等等 那都還沒學犬呢 四季重拳 大神很有應急的方法 這裡有兩本心法技巧 河路你拿去練吧 用功勤快些 Mia手力邊接 好棒啊 之前你都不肯傳我 若不是就要用到 我還打算讓你多打些底子在傳你 現在便宜你了 咦 多謝啦 我再說一次 武功心法這對物品要記得修煉指令 OK這邊可以 這邊就不念了 大神你身為兩次的耳提命命 河路不敢忘掉 那我們要出谷去了 大神再見了 無缺你來的正好 四神在燉一鍋大補全餐呢 四神 無缺要出谷了 恐怕沒機會品嘗你的好手藝 呦 出谷了 連心腰味使得讓你出去玩 也好啦 去江湖上磨練磨練 今天四面也好 最可惜出谷之後 就吃不到四神你的小菜了 外表這樣說 出谷會碰上哪些俏麗姑娘 願意替你燒水煮飯 偷偷跟著你呢 哎呀 我又亂說話 河路你別介意 公子弄是看上哪家姑娘 集會夫妻 河路願意扶持他們到老 那才是河路的心願呢 河路 說得好啊 如果四神是男人 見到你這幫可愛 討人喜歡的小姑娘 也要幫你娶回去 好了 不在剛剛一時間 出谷後 記得回來了 那我們告辭了 四神再見 大公主 叫我們出谷的藝店去 而且是遠行 真好 男人聽有機會時 我也想出去逛逛 我們這次出谷 大概也沒時間回顧力補料 外面的藥店貨色不齊全 而且還要有銀子 如果我們自己調技功夫不錯 就不用和別人買了 那就要靠香燃姐教教我了 謝謝香燃姐指點 我們要出谷去了 紫星 我們要出谷了 不過 這次是 這次是遠行 出谷 你們要去哪裡 極西分辟之處 有一個叫做二人谷的地方 二人谷 你們要去二人谷 會不會太危險了 就是因為不清楚二人谷的狀況 所以我們才這裡調查查查資料 弄清楚往二人谷該怎麼走 還有谷裡頭哪些幾首人物 這可不得了 我來看看 恩 惡人谷位於藏海村之心 又處斷群聖還到一個鼓咒 惡人人最大惡己 行至天理不老 使人人皆遇之處之厚快 就會想盡辦法躲到惡人谷裡 躲避仇家的追殺 藏海村 那藏海村又在哪 藏海村是帳邊的一個小村莊 專門於漢商貿易聚集而成的地方 這村位於海燕鎮西邊 而海燕鎮又位於在柳秀岩西邊 子晴姐慢點說 弄糊塗啦 你說我們該先去哪 還有最後的牧異就可以了 簡單 你們第一個要求是春月樓 到二人谷前的最後一個村莊上葬海村 夠清楚了吧 這樣很清楚了 還有二人谷裡 有哪些重要人物 給我紀錄 成名的人物大家多早聽過 血手杜莎 笑話兒 撒哈哈兒 不良不女圖嬌嬌 莊長劍師買菸 愛可同年大盜 殺壞老陀 不過近身一輩的 就查不到了 有江小魚這個人的紀錄嗎 江小魚沒有這個人的紀錄 嗯 好 就這樣吧 好 那我們江小魚錄 江五圈錄一些目前都要到這邊 先到這邊啦 那我們要出國去 前往二輪谷啦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那如果喜歡大師的頻道 也歡迎加入大師的Line社群 那右上角的 有一個QR Code 可以掃QR Code 然後輸入你的YouTube的名稱 跟Twitch的名稱 那我會選擇審核 那資訊欄下方也有連結可以加入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九道三角二這款遊戲 那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晚安 掰掰